香港政府終於做了一件事 不過這件事遲了很多 已經變成不合時矣 而且毫無作用 香港國記者會的副主席 名叫Victor Mallet 他最近工作簽證的續期 被香港特區政府拒絕了 但沒有講出原因 原因當然大家都會猜到 他在8月14日 主持了一個香港民族黨發言人 陳浩天的港獨演講 Victor Mallet也是外國記者會 專業委員會的三位主事人 當中是負責邀請陳浩天 來外國記者會演講 這件事顯示 是懲罰Victor Mallet 請陳浩天來演講 亦當日主持港獨午餐會的演講 整件事我之前在 這個時事評論節目都講過 是不恰當的 一個外國人 一群外國人的組織 是不應該以新聞自由 言論自由 或評論的名義 主辦一個傷害香港的內部安全 亦都傷害中主國的主權 一個分離主義運動 其他的組織舉辦是無所謂的 即是大學 政黨那些 我當時建議公民黨民主黨 或其他大學學生會的主辦 陳浩天的言論自由是沒有問題的 但外國記者會是不恰當的 正如我以前都講過 一個中國記者會 如果他嘗試在華盛頓 主辦一個主張加州 或其他美國的加盟州 獨立的研討會 你看看美國政府的反應是怎樣 會驅逐中國記者會的人離境 這是很正常的 如果是美國的基金會 或是美國內部的大學討論 是不會有問題的 當時我建議特區政府強硬地阻止這件事 甚至是不惜取消 外國記者會的主席或主事者的工作簽證 是24小時內能令他離境 是用這個方式來要脅 使他停止邀請陳浩天來演講 只不過已經是大錯做成了 日後香港政府是很難做到事 事後現在再取消副主席 即是Victor Mallett的簽證 其實已經沒有意思了 現在拆過輕兵是毫無意義的 只不過是加了一個口實 是讓外國社會 特別是美國 是說香港是干預新聞自由 亦都干預言論自由 甚至是干預外國的僑民 在這裡取得合理的工作簽證 特區政府這個行動 是在美國副總統Mike Pence 即彭斯的演講之後進行 那個演講是主張 中國是轉開全面的制裁行動 政府在彭斯副總統演講之後 才做這件事 其實顯得非常被動 而且是沒有意思 要做的是及時阻止先發制人 而不是時候拆過輕兵 湊候船長 這些毫無意義 這是弱者所為 亦都是蠢的政府所為 所以看到特區政府的做法 或者看到中共對這些國際社會干預 國際社會的做法 其實真是得淡笑的 中國在六十多年來 中國共產黨 中國的主政當局 是毫無掌進 而面對外國政府 只不過顯示出 子老虎和小孩兒的行動 毫無作為 亦都是毫無伸張自己合理權利的能力 看到特區政府對付 外國記者會 副主席這些事後行動 毫無作為這些行動 我就置之一笑 亦都看到將來中美鬥爭的結果 就是中國是個子老虎 亦都只不過在事後 做少少少動作 但可能是全盤敗北